台湾美食好味道 出國展覽拼外銷 農委會最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 舉辦台灣蔬果即清真食品節 活動現場擺盤試吃 推廣報導好滋味 其實台灣不只是說好的風景 其實台灣很好的一些農產品 希望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來提供給我們世界各國的好朋友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的農業科技 還有蔬果的品質都是世界聞名的 那麼我們農委會也一直在推陳出新 做各方面的研發 農委會統計去年台灣水果外銷成績亮麗 出口總值約新台幣40億億元 馬來西亞是台灣水果主要外銷市場之一 期盼透過食品節活動 提高穆斯林對台灣食品的認識和喜愛 農產品包括我們的四家大木四家 還有我們的很好的柑橘 還有我們的一些加工的 包括農產品的加工滷味等等爆米花 很多的這一些的東西都很適合我們 清蒸的這一些好朋友來享用 農委會安排了國內很多的廠商來這邊參展 那麼來推銷我們台灣優質的蔬菜和水果 還有我們的清蒸食品 讓馬來西亞的朋友了解到我們台灣蔬果的高品質 協辦活動的馬國超市則表示 台灣綜藝和美食節目在當地很受歡迎 希望透過合作交流兩國美食 配合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 創造更多跨國商機